至于另外一位同样以正义之名 而将美国在全球监控网络的机密作业公主一事的 美国前国安局雇员史诺登 终于也赶在7月底之前 获得了俄罗斯的临时性政治庇护 而离开了他躲仓已久的俄罗斯机场 当然未来还有很多的后续追踪 不过这时候我们发现就在这两天 难道中国也冒出了一个史诺登的分身吗 这是他 他自称他的处境有如中国的史诺登一般 他的名字叫做王林 他这两天在香港接受媒体采访 指控中国政府以及媒体也对他进行追剿 而他自己丝毫没有犯下任何的罪名 王林是何雪原演的 其实这张照片说明他有极大的影响力 这是他最近跟影星、赵薇、李连杰 还有大陆企业家马云所共拍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公布之后 他的麻烦就来了 大陆的中央电视台一整集的节目 开始追踪此人 他在干什么 其实王林这个人在1980年活跃于中国的江西 他是一名弃工师傅 而号称他很多高层人物有交往 不过很多人认为他根本只是一个江湖骗子 王林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张照片之后 中国媒体开始对他采取了高度的兴趣 追踪他本人 也追踪他的家乡 他的家乡在江西的卢县 你看看 好大的豪宅 而且不止一座 这个地方 媒体追踪 他还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钱财 而且逼得当地政府赶快用非法行业的罪名来办他 王林究竟有没有犯罪 也许他有骗术行为 但很多人挖他的底 发觉他过去根本坐过牢 而且就是因为行便坐牢 他说他在牢里面可以全空挪移 把食物送到监狱以来 让他不至于饿死 但他的狱友说他根本在胡说八道 而且他狱中经常挨打 他真有这些骗术嘛 有人说号称他可以从一个空盆子里面变出蛇来 而且他可以帮大家改善风水 于是这下名声大噪 但也因此让他惹来了很多的非议 甚至很多人批评 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江湖骗子 甚至到处攀映关系 终于这次媒体追得紧了 逼得他只有走到香港 逃避之间还要接受媒体访问 还要发表文章表示对国家跟党的效忠 这下子王林的名气又突然窜起来了 为什么这个人在30年之后 大陆的媒体还要对他追缴不已 王林在中近中国大陆有这么大的影响 需要整个的国家级媒体来对付他吗 王林自己膨胀到什么样的程度 来看看这个所谓的中国史诺登 他真有这个分量吗 一个空脸盆 魔术师首先放入一块甜品 关键就在这一刻 空盆变蛇 一个魔术秀的小把戏 机关不多 难度不高 但你可知道20多年前 有人因为这晚夜声名大噪 还成了人人追捧的大师 不只在拥护者面前变出蛇来 还向街头砸耍 拿着蛇吓人 不过这人可不承认自己在变魔术 他说是神功来着 或许大陆20多年前科技不够发达 迷信者多 但令人吃惊的事就在7月初 一张合照引发大陆网民热议 除了艺人赵薇和李连杰 还有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而这位61岁的大叔 消失十多年也曝了光 他就是王林 气功大师叫王林 所谓的气功大师 王大师到底是何方神圣 大师王林是何许人也 曾经宏吉一时后来转区低调的王林 立刻成为焦点 媒体追追追追到他位在江西的大宅 您是在王府里出来的是吧 你得到 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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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接近金碧辉煌的王府大门 就吃了闭门羹 看看这门面 还以为里头争住了一个王爷 王府楼高五层 占地五千坪 还有好几个院子 据说甚至有个可以乘坐游船的人工湖 能进来一看就近的客人 最近除了三位名人外 还有这位幸运儿 就是心惊爆的记者 到空盆来学了吗 没有 来说这段时间不合适 等这段风波过去之后 然后你们再过来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编 没有眼见为凭 记者张涵最后出了这篇新闻稿 隐秘大师王林的金钱亡国 说的竟是王林的吸金手段 但堪出当日 张涵接到了王林的电话 本电话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张涵你怎么瞎写 你怎么说 我说我没有瞎写 然后他说年纪轻轻不得好死 堂堂一名大师 竟诅咒记者不得好死 接着又有大陆打假名人司马南 下战天悬赏一千万 要王林当着他的面发功 被王林回呛 一直就能戳死你 还有网友分解 王林的发功影片找破绽 大师风托 一发不可收拾 不寻常的是 7月28号大陆央视 连着两个节目 彻底掀出王林的底细 这次把大师拉到阳光之下的意义 也就不仅仅是为了晒一晒大师本身 更要晒晒大师身后的那张大网 晒大网首先把王林的前弟子找出来 大骂王林骗钱 740万元 王林向周友说 就是拜师费 接着给他个垫子 让他打坐 还有一根红布条 让他练习运气的时候用 最重要的是这一本 王林号称 几代单传的秘籍 写着万法归宗 其实上淘宝网买一本只要11元 最后两人翻脸 王林也落下横花 他一个月 一个月 他说你全身腐烂 会死掉 全身腐烂 全身腐烂 会死得很惨 央视也把王林多年前出版的写真找出来 王林自称现在这一本 网拍要卖16万 还供不应求 里头竟是他与明星看名人的合照 据说这些照片挂满他家两层楼 李冰冰因为治疗母亲疾病 任王林做干爹 连印尼前总统苏哈托 王林自称也是来找他看病 红车上台下的这两亿台下来 帮不帮我 通过他一岛 你反正先把一天我回完 我给你治病 原来王大师还是个王医师 不过现在都成了王骗子 黄炎连PN连美国中情局要给他70张绿卡 让他去定居这种话都掰得出来 央视一查 发现王林是搭着上世纪巴黎年代 大陆兴起的气功热顺势而起 没想到过二十多年 王林仍在继续他的气功事业 但现在风头上 他的说法有了改变 空门变蛇是不是特异功能 他说不是 那我说你怎么定义这个东西 他自己在那里想了半天说 我认为是千年流传下来的民间杂耍 终于认了不是气功 这下拜访王林的名人 面子有点挂不住 马云在微博解释 是对未知的探索充满好奇 而王林本人也在媒体的疯狂追逐下 隐身在香港 甚至自比辰流亡的史诺登 只要回国就会被抓 一张照片引回了薛人大波 恐怕引中人 没人能料想到